之前有關府觀光處長紅文靈 在火花加蓮華華黨的最后一天 代替官長你條鏡 挑出最大種汽車的幸運提出 要讓一年一度有南島館政府基盤的 火花加蓮華晚晚結束 主辦單位今天也特別在官府前說到 有官長你條鏡 親心中汽車又熟悉 來頒獎給這位幸運提出等一小吃 一、二十張就中獎了 我知道好多人七、八十張都還沒有中 那請問這在哪裡消費的 我都在肉品市場因為響應這個活動 想說要過年買一些禮盒 那花很漂亮 另外還有少人欣賞的是 這位住在南島市的幸運提出等一小吃 不但抽到最大種的汽車 要抽到中央來的電視機一台 從處官長你條鏡公條 未來官府也會多多基盤 相關的條狀活動 歡迎民眾會當擁有來發揮自己的好運 希望大家 一後我們還要辦這些活動 多多來南島消費 來這裡觀光、旅遊、度假 來這裡消費 最讚的 又可以無大眾 所以 我們一後 會繼續跟大的選團 給大家更了解 更多人來這裡消費 可以繼續來參加南島館政府基盤的條狀活動 因為只要六島門菜館 得獎的機會 都很大 記者 金粉選 採訪博兜 對 小姐 色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